今天天气太热了,我们还是把空调打开吧 拿出我的手机,打开苹果家庭 我的空调在这里 我现在选择制冷 那我的空调打开了,现在空调的温度是17度 我要把它调成 我觉得24度就可以了,24度还是比较适合的 我们看我们的空调已经调到了 24度 现在是制冷模式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自动 它就会变成自动模式 设定到24度 好了,我现在就可以享受清凉了 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刚才我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这个玩意儿 我用它做了一个红外的发射器 然后呢,并且里面刷了一个叫Air Baby的一个GitHub项目 这个项目里面的这个软件非常的好用 它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很快捷的把你的空调加入到Home Assistant 并且用了一个简单的Node MCU加上一个红外的发射头 就可以实现刚才我视频开头的那个功能了 好了,那我现在呢 就带大家看一下如何实现我们刚才视频里面开头 给大家展示的那个功能 好,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有一块Node MCU 这块芯片呢 在我的视频里面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这个芯片非常的便宜 大约十几块钱就可以买到 然后呢,它可以做很多 有很多的开源项目支持它 然后可以制作出很多有趣的东西 包括我们之前很多其他大神 给大家用视频介绍的那这个Ultrex的网红灯 也都是用这个芯片做成的 这是ESP8266的开发版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红外发射头的连线部分 我这个发射头呢 是三个针的 一正一负 一正级一负级 再加上一个数据 如果你买的呢 不是这种三个针的呢 也没关系 你只需要把数据针当正级 然后负级接到负级就可以了 数据针呢 就是那个这你买的发射头的长者长脚 这个发射头买来之后有一个脚长有个脚短 那个长脚呢 就接到数据针 然后另外一个脚就接到负级 也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发射头的数据针是接在我们的第二上面 第二在我们的GPIO的表里面是GPIO4 所以一会儿我们要用到GPIO4这个值填到我们的软件里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看一下 如何把这个芯片刷成我们需要的那个Airbaby的固件 那我们现在呢 回到电脑这边 好 我们现在呢 打开这个作者的Github手页 我们看一下它的首页呢 有两个有两个项目是我们要用到的 一个是这个Airbaby firmware 一个是Airbaby Android 这个安卓客户端是用来匹配空调的 这个这个formware是用来刷写我们的NodeMCU的 我们呢 首先要下载这个固件 这个固件呢 是要刷写到我们的芯片里 ES8266的芯片里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formware这一块 进来之后我们往右边看 有一个release 我们点击这个release 现在最新的是0.4 然后我们下载这个rbaby.zip 如果我们下载不了呢 也没什么好办法 我们回到回到作者的主页 我们点击这个rbaby的项目 我们打开这个rbaby这个项目之后呢 这个项目里面有一个详细的介绍和说明 如何安装等等 我们首先要下载这个固件 这个固件呢 如果我们从github上直接下载 如果是大陆用户可能是下载不下来 所以呢 作者呢 在最后面给大家留了一个其他的链接 我们从这个其他的链接下载 最新的呢 是这个latest 我们点这个latest 我们看 作者给我们提供了四个文件 其实只有前三个有用 这个作者很有意思啊 他可能是一个年轻人 正在上学的一个孩子 他提供了两个固件 一个是两兆的 一个是四兆的 据他描述所说呢 是四兆的可能会有一些 有一些文件需要传到他的服务器 比如说有一些数据是你的IP地址 还有你的NodeMCU的Mac地址 都是要传回他的服务器 他作为一个统计 据他所说是要满足一个虚荣心 比如说有多少设备同时在线 都在用他的代码 类似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无所谓 然后呢 两兆这个呢 他是提供一个 就是没有这些上报系统的固件 那我们呢 无所谓下载哪个都可以了 我们下载这个两兆了吧 然后我们再下载这个RBB的APK 这个是APK 是安卓客户端 这个安卓客户端呢 我们是要装到安卓手机上 进行一个快速的空调匹配 好那我现在已经下载完了 这个两兆的固件 那我们怎么把它刷写进去呢 我们就用到以前节目用到的那些软件 我们随便挑一个吧 只要是刷新这个ES8266的就可以 我们用这个ESPHOME FLASHER 之前我们用过这个软件 它是用来刷写这个ESPHOME的 但是其实呢 只要我们这种ESP826的这种Node MCU都是可以用的 这个软件都是通用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USB线呢 插到我们电脑上 我们把USB线插到电脑上之后 我们看这个串口这个位置呢 旁边有个刷新的按键 我们刷新一下 看看它会多一个串口出来 证明呢 它识别到了你的Node MCU 我们选择这个浏览 我们选择这个浏览之后 我们找到下载 因为刚才下载的时候呢 我是下载到这个下载目录了嘛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2兆这个点bin 选择打开 然后我们点这个按钮 Flash ESP 这个时候芯片呢就会被刷写 这个时候你也能看到这个芯片上的灯会在闪 大家看这个芯片这个灯 这个蓝灯在刷写过程中是一直在闪的 好 大家看这个日志已经自动出来了 在这个ESP Home Flasher这个软件上面 这个日志已经出来了 说我们的ESP8266已经在这个AP模式了 我们可以进行对它进行一个配网了 我们点击这个 无线连接 我们找到这个日志上所指示的ESP 我们看跟这个ESP14030905 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点击连接 网络已经连接好 连接好之后呢 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 我们输入192.168.4.1 这也都是按照我们日志上的描述 所输入的192.168.4.1 然后我们进入到Config Wi-Fi 这个时候芯片会搜索你家里面附近的Wi-Fi信号 然后我们点我们家里的信号 我们输入 输入密码 然后点击保存 这个时候芯片这边啊 芯片这边的配置就全部都完成了 我们在网络器里能看到这块芯片上线了 所有所有的事情就完成了 这块芯片和这个发射头就不需要再用到了 然后呢 下面就是我们安卓手机了 我们要找一部安卓手机来进行对这个芯片的一个配对 这个配对呢 必须是要用安卓来完成的 因为那个作者呢没有并没有提供其他的 比如苹果的程序 可能是由于一些限制吧 或者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作者们并没有开发 并没有开发我们苹果能适配的 irbaby的配置的客户端 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先用这个安卓手机 如果大家实在没有安卓手机 我们可以在电脑里边用那个安卓的模拟器模拟一下 然后装这个刚才我们下载电脑里下载的那个APK文件 这是安卓的文件 我们下载好之后 点击这个安装包 然后我们看 这个软件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点击左边 左上角这个杠 有一个设备管理 当你给这个芯片配置好WiFi 并且能连接到你家里的路由器之后 这个APK里面这个软件就能自动的搜到这个芯片 然后搜到之后呢 我们需要点这个笔一样的地方 然后修改MQTT的地址 如果大家使用我的固件的地址呢 我们就可以填这个itcommander.local 如果你呢 使用的是别人的固件 那我就不太清楚你的地址了 你就要根据你实际的情况来填这个MQTT的地址 还有端口用户名密码等等 发射引脚呢 这边写4 然后接收引脚写14 4和14啊 分别就对应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看这个第二还有第五应该是第五 我记得是第五 这样呢我们点一下保存 这个设置呢就保存到芯片里了 也就是说芯片就知道我去跟哪个MQTT服务器进行交互 然后返回 那我们呢现在 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设备的MQTT这块的配置 然后我们就该添加一个空调进来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加电控制 加电控制这个界面右下角呢 有一个加号 我们点击这个加号 然后选择 选择设备 就是你添加的设备 遥控的设备属于要用哪个芯片去控制 如果你家里有很多块这个东西的话 它会一一的给你列出来 也就是说你 你这个 你这个芯片 这个发射头要控制的电器属于哪个芯片来控制 我只有一个 所以我就只选这一个就行 然后我选择空调 现在这个程序据说只支持空调 所以其他的呢 大家也就没有必要去试了 比如说我们家里用的是美帝的空调 然后我看一下美帝 美帝在这里 这样呢 它会给你出来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看哈 它最下面这一个上一个下一个 然后这还有个零 这个零呢 就是代表第一第一个空调测试界面 然后你可以点下一个 它就变成这块就变成一 下一个二 然后这样下一个三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界面呢 是用来测试你空调遥控信号的 这个时候你把这个东西啊 举到你空调前面 放到你空调前面 然后呢 你另一只手你可以用手机来测试 比如说你按这个开关机的键 你按一下开机 关机 发现你的空调并没有响应 OK 那么这个面板带着一套红外信号 不属于你 然后你就按下一个 然后这个编号是1 然后你再去按开机关机 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空调如果开了 或者是关了 也就是说有响应了 然后你再去调一下温度 加减一下温度 你看看它的值会不会变化 如果如果也是有变化的话证明这一套遥控属于你 然后你就可以点试 点完试之后 你的空调就加在这了 然后点进来之后 我们看这个面板就是你刚才要的那个面板 一切呢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APP来控制你们家的空调了 比如说水眠模式啊 扫风风向风速等等 全都是可以用的 然后我们怎么把它放到home assistant里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点这个mqtt导出 它会给你一份资料 给你一个配置文件 你只需要把这个配置文件复制下来 填写到你的home assistant的配置文件里面 重启一下 就OK了 然后如果你配置过苹果的桥接的话 你的苹果手机上自动就会出现 像我片头展示的那个界面一样的效果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Rbaby呢 在空调控制方面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省心省力的 所以呢 我极烈强烈的给大家推荐这个Rbaby这个项目 我们我们也再次感谢一下作者提供一个这么方便的项目给我们用 当这个安卓的界面配完之后呢 选择好我们对应的空调型号 这个APP可以说就没有用了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home assistant home assistant呢 来控制我们的空调了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我们要开关机的话 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home assistant的网页端去控制 也可以像我们刚才 苹果手机那样的控制 都是可以的 好了 那这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